林健傳阿寶快樂到南島人民 公務處處長往前 一個南島市長高雄華唱到 生日快樂的歌曲 今天剛好是林健傳老生 是一百歲三年 林健傳在台灣說好後 就算當時國民政府來到台灣 重處以後就在南島住了 今天很高興啊 怎麼說 就是那麼多人來幫他慶祝生日 一百歲生日啊 然後他就特別高興這樣 一百歲林健傳 每天都會跟父親散步 雖然有更痛苦 不過他的身體又是相當勇敢 他的女兒說 你老生是長期以來 都讓鹽在洗水氣 到目前為止 他的水氣又是相當的健康 大樓現在做小孩 洗到一趟洗水氣 前面要完重 水很涼 水很涼 我洗水都完重 我們大樓 我都沒洗水 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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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睡什麼 氣氛 我去洗澡 做小孩 這人 我 飯吃飽 我也睡一睡 所以 是很涼 林健傳老三世的生活 氣氛都是由太太來料理 她的太太本身也已經九十多歲 兩岸我感情是總統的好 南島市長說話說 南島今年有四十多歲的一百歲的老大人 南島市都尖十二位 可見南島的幾個環境是最多優勝 南投縣 預計我們今年的統計總共有四十位的 我們的這個白歲的一個人類 那在南投市就佔了十二位 所以可見南投縣是一個空氣非常好 而且同時這些長輩非常注重養生 他們都會運動 同時平日在這個生活當中都有做一些健身的工作 所以讓我們的身體還有包括牙齒都非常健康 今天是我們林健全老伯伯 他今天是百年生日受成 我們代表輔導會我們的曾主委 以及代表總統以及行政院長 從受評來 感謝這些伯伯當初為我們國家的奉獻 然後我們今天才能過了安康的生活 為了要祝福林健傳老三世一百歲生日 總統也要研究一些行政院長相亦化也都散佩來做好 年老三世發的這麼多人 為過世一也是相對的發揮 繼續我們聽彩虹報導